来看到台中乌七金船略童案有家文教基金会办理属讯营 有六岁男童只是因为太晚进教室 竟然就被志工捏脱压制在地 甚至志工还反折他的手部 家长得罪之后赶紧带孩子去验伤 而这个基金会成立宗旨式办理非离活动 如今爆出收费开课 过程有没有违法 目前教育局正在调查当中 六岁男童被压在地上 用手抓住他脖子的人 就是基金会里面的无姓志工 老师小孩都叫他远长 因为他上课时间他没有进教室 未在台中无期这家文教基金会办理属讯营 结果有家长控诉 儿子因为太晚进教室 遭志工掐脖子还被压在地上两次 强拉耳朵 最后儿子还被要求罚站一个小时 家长看到监视器后赶紧带小孩去验伤 小孩起身之后还绑着他的手 远长就慢慢把他带去楼地口 继续做楼栗的动作 因为那个志工要请他进去教室 所以他就是用想要压穴道 去跟小朋友做一个这个东西 若确认有违反将处以新台币 六万到六十万的罚款 遗色开课招生收费 交易局已经派员到现场了解该活动形态 这个基金会成立宗旨 办理非盈利公益活动 现在爆出开署讯营收费受课 教育局正在厘清有无违法治愈动手的志工 已经被禁止进到机构里面 但南投被压在地上 恐怕已经留下阴影 甲盘鞋 楼启宇 林佳明 台中报道